它不是瑪利奧,它是里奧,Crypto獵人 現在大概走了15分鐘左右 我們總共賺了17.84個GST 剛剛看到GST 現在最新的市價是4.5美金 屈指一算就見到15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賺到大概630港元的一個收入 咦,慢著 以你的鞋數,每天走50分鐘,再購買維修費 今天月薪近7萬,連賺80多萬,真是假的 這對由澳洲華人開發的NFT波鞋STEP N 用來跑步,可以幫你賺Crypto 一對NFT波鞋,以報導期間價格計 大概12個SOL,即大概1萬港元 如果維持現在的幣價不變 或者現在的鞋價不變 大概有人統計過 大概一個月多一點就可以回本 在這一刻為止 我自己擁有大概9雙鞋 每天運動的時間大概是55分鐘左右 對,55分鐘左右 每天有70多粒GST 而維修費用大概是 這個收入的大概6分1至7分1左右 70個GST 現在GST的幣價大概是4個多美金 捱著5元 如果你當5元的話 70乘5,即350美金 李奧今年4月初 買入第一對STEP N 當時鞋價只是8SOL 一個月都沒有,就升了五成 它是其中少數的一個 叫做Move to Earn的遊戲 是真真正正落地 而且如果你真真正正去玩過這個遊戲的話 你會見到它很多遊戲的細節 都是設計得很好 每一樣東西都不會太過超過 又或者是每一樣東西都是實際的 普通人可以接觸到 不同其他之前的Play to Earn的遊戲 是比較叫做 某一類人才可以接觸到 你一定要有一些 譬如打機知識 或者是某一類型的東西 才可以做到 但是STEP N 就是普通一個人 就這樣走上街 就可以賺到錢 SOL CALL 賺到一些Token 那這個是我覺得 它成功的地方 買鞋用大陸D的Crypto幣SOL 但reward給玩家的幣 分別GST和GMT 不過要升到等級30才可以賺到GMT 以及細節上代公佈 一半玩家都是賺著GST 去買一對跑鞋 會看它的性能 STEP N都有四種鞋 分別是Walker Jogger Runner Trainer 簡單來說 如果只想走著來賺 就選Walker 如果想跑著來賺 就選Runner 至於怎樣快點賺到多些錢 要看鞋的屬性 包括Efficiency Luck Comfort 以及Resolence 因為做法是這樣的 你每升一個級別 它就會給你一些 去加四個不同屬性 基本上你可以自己控制到 STEP N鞋都有分 是否名牌的鞋 灰色的鞋是最大中化 再上一級是綠鞋 之後是藍鞋 紫鞋 去到橙鞋 就是最頂級的牌子 不過暫時未推出 第二季的紫鞋 維維維 成為5555個SOL 以每個SOL 幣價102美元 即是433萬港幣 相當於香港一層樓那麼貴 我們還是看看 便宜一點的灰鞋 和綠鞋 灰色的鞋 一般來說 我認為4個屬性加起來 最少都要有20 才是一對比較好的鞋 如果是uncommon的話 就要加起來 至少去到四十幾五十 才算是比較好的鞋 還有留意 如果你一開始玩的時候 我們最注重的都是效率 即是效率 彈性 這兩件事是會影響到你 究竟每一次走的時候 可以賺到多少Token 又或者走完的時候 需要多少Token 去維修你的鞋 可能你會說 那我不斷運動 便可以不斷賺代幣 其實這雙鞋 都有它的極限 每日運動時間 有著一定限制 稱之為Energy 一旦用完 就停止賺取代幣 因為Energy 是會決定到 你當日可以運動的時間 是多長的 根據鞋的數量 去定段 究竟有多少Energy 現在來說 如果你有一雙鞋 就有兩格的Energy 如果有三雙鞋 就有四格的Energy 而有九雙鞋 就有九個Energy 即是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九雙灰色的鞋 你每一天就可以運動45分鐘 咦? 原來在Energy上面 鞋越多 反而沒有那麼好處 估計Step N 不是那麼鼓勵人斷積鞋 反而鼓勵人 升級增強Energy 視乎你中間有什麼鞋 可以再增加你的Energy 剛才說到 灰鞋就是最普通的 如果你有六鞋 就可以在Energy 再額外加一 例如剛才說 三雙鞋 是有四個Energy 但三雙鞋裡 如果當中有一雙是綠色的話 就會在四上面再加一 即是你會有五個Energy 每一天的三點九點 或者這樣說 每隔六個小時 Energy 就會review25% 所以 我們都要看著這些時間 去看看 究竟我們有足夠的Energy 去行 好啦 實際上 怎樣選鞋好呢 立即看看李奧的收場 最貴的兩雙鞋 應該就是綠色這兩雙 即是uncommon的鞋 我記得這雙買回來的時候 應該是四十幾SOL 我想現在市價加上升級 可能要到七十幾80SOL 才可以 這雙也是我另一雙買回來的時候 比較貴的鞋 雖然這雙是common的鞋 因為它的層級比較高 就可以接散一些升級的時間 所以我都決定買回來做一雙鞋 叫做 如果我走得比較快的時候 又或者那天比較多時間的時候 就會用這雙鞋 走的時候其實只用一雙鞋 九雙鞋只不過是令到你的Energy 多了 你可以走的時間多了 只要用這個遊戲去賺錢的話 有幾個方法 一個就是乖乖地去做運動 一個就是去租鞋 甚至乎是將兩雙鞋面 一雙新鞋出來 然後拿去買 然後第四個就是 剛才你說的 可能就可以買一雙鞋回來 因為那些鞋價不停升 一個炒鞋都可能會賺到錢 不過要留意 賣出去的時候 Statman會收回鞋價6%的Tax 還有其他收益 包括給少少cost開寶箱 裡面會有一折幾粒等的寶石 看你好不幸 超過了25分鐘或者再以上的話 你就會有機會收到寶箱 而寶箱裡面就會有一些寶石的問題 令到你的屬性更加加強 或者你可以開完寶箱之後 抽到寶石就可以直接拿去賣 昨天剛開了我第一次的寶箱 裡面有兩粒寶石 一粒黃色一粒紅色 加上我拿去賣的話 可以賣到一粒SOL 一粒SOL 即大概800港幣左右 因為每一粒遊戲都應該有一個遊戲的周期 去到某個程度來說 直至到沒有很多新用戶加入的時候 那個鞋的價錢又或者那個幣價自然就會回落 遊戲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都還未開出來 例如剛才提到的租鞋服務 還有一個是排名的制度 還有一個是叫做襟章的一個排名 都是未出來的 所以其實可以玩的地方 或者令到這遊戲更加受歡迎 或者多人玩的一些因素還未反映出來 GST 首先去無限蒸發 另外就是真的好視乎有多少人去玩那隻遊戲 才會否維持到那個幣價 要不停有人新加入去買鞋 或者去消耗這些GST 才可以長久地去穩定到那個幣價 越多人加入 理論上就會推高那個幣價 但是如果去到一個鬼 去到一個飽和的點 沒有新人去加入的時候 可能買鞋的人會少了 而我們中間一些朋友 剛才說到會Mint出來的話 買鞋的人會少了 可能所以價錢又沒有那麼高 相對地那些幣價都會自動調低 當時你手上鞋的價值又會降低 這件事是一個循環來的 所以現在這一刻為止 大概全球有三十多萬個active user 我覺得遠遠都未飽和 可能起碼都要過用戶人數去到一百萬 等於你平時買一些股票 如果你買了一陣子突然發現大跌 除非你對遊戲有足夠的認識 對它之後的發展很有信心 如果不是我自己 如果我買完之後 兩個小時就好像你剛才所說 跌了一半 我要考慮兩件事 究竟是離場還是多買一對 如果用美金計的話 因為SOL的幣價跌下來 所以入場門檻其實是低了很多 如果你手上現在只有一雙鞋的話 其實都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加多兩雙鞋 將Energy加大 另外之前官方都剛剛宣佈了 他不介意大家用幾部手機 或者開幾個帳戶去行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開多個帳戶 或者買多兩雙鞋去做 我自己的狀況就是 其實我前兩天就剛剛已經是回了本 所以我現在每天行的都是賺的 至於我個人會不會再買鞋 應該都不會的 我反而會善用 官方給我們開多個帳戶去行的好處 這樣就可以增加多一點Energy 又不需要再買鞋 另外我自己現在賺回來的GST 都會將一部份套現 一部份換成GMT 投資涉獲風險 所有資產價格可升可跌 入市之前了解清楚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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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